这是美国之音 在中国世界每个星期六晚上九点钟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保健原地节目 维生素或维他命是微量的人体营养素 对人体的生理正常作用非常重要 因为人体无法合成制造 所以必须由外部摄取 缺乏维生素则损害健康 如果长期严重不足 那就必然引发疾病 那么这一期我们的保健原地节目 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今天演播现场邀请的专家 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丁怡博士 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 欢迎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直播电话 向专家提问题或者是发表您的意见 下面就是参加节目讨论的具体方式 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 请您先拨10810 或者拨108710 再拨866837 5161 友谊 信仰 爱情 运动 动物与自然等等 72个生活场景 三种美语难度级别 让你了解美国文化 免费提供课程下载 配有趣味游戏 语言识别等技术 练习情景对话 最有趣的是 你可以结交一起学美语的朋友 写美语博客 以互动的方式 快乐地学习地道美语 赶快登陆 www.goenglish.me 开始我们今天的专家话题之前 我们先来看两则关于维生素与健康的报道 最新的医学研究发现 美国有50%的儿童和成人 因为缺乏维生素D而面临健康风险 这样的风险不容忽视 因为在过去 缺乏维生素D呢 已经被证明同许多疾病有关 新的研究显示 缺乏维生素D 尤其与癌症更有密切的关联 下面就收听收看 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医生唐纳德·特朗普 治疗前列性癌 已经有32年的时间 他发现一个令人忐忑不安的事实 在我的病人当中 有70%缺乏维他命D 维他命D 如今成为癌症研究的新领域 体内维他命D不足是导致 数种不斗癌症的原因之一 一项在停经妇女身上 进行的研究显示 摄取多量的维他命D 可以降低60% 罹患癌症的风险 另一项研究显示 在夏天进行手术 以及体内维他命D 指标高的肺癌病患 有72% 可以存活5年 相较之下 在冬天进行手术 体内维他命D 偏低的肺癌病患 只有29%可以存活 我受到这项发现的鼓舞 因为我们需要有助于 治疗肺癌的方法 5年前 苏珊·格莱勒姆被诊断出肺癌 苏珊的妈妈和姐姐 都是得肺癌死亡的 我不能自怨自爱 我对自己说不 你绝不能被打倒 肺癌夺走我的家人 我不能再被癌症击垮 苏珊现在已经从癌症中康复 他感谢生命寺给他的每一分钟 现在的他希望加入一项研究 探讨维他命D 与肺癌高风险病患之间的关系 一项新的政府研究显示 在血液中有较多维他命D的人 比维他命D低的得知肠癌的机会较小 但是这项研究也发现 血液中的维他命D 与死于癌症的风险无关 那么究竟维他命D 是不是治疗癌症的神奇特效药呢 医学界还没有定论 看来似乎很乐观 但很容易就知道原因 因为在所有八名患有癌症的家庭成员当中 只有苏珊一人存活下来 我想要回馈 因为我是唯一一个有幸存活的 我知道这有多么可怕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的 刚才是维生素D 现在我们看一下另一种维生素 所有的婴儿都需要维生素A的帮助 保护他们不受疾病感染 当婴儿出生时 他们体内有足够的维生素A 直到开始吃母乳 但是如果母亲营养不良 母乳就会缺少维生素A 这样婴儿的生命呢 就会受到威胁 这在发展中国家里呢 是经常发现的 那里的婴孩死亡率特别高 一项研究显示 给新生儿补充维生素A 可以大幅度降低婴儿的死亡率 这是一个出生在孟加拉国的女婴 她和孟加拉西北农村 一万六千名婴儿 一起参加了一个研究项目 看看在婴儿出生之后 就补充维生素A的作用 其中一半的婴儿 每天服用一剂维生素A 而另一半则服用糖片 来自美国马里兰州 巴尔蒂摩市的约翰斯霍普金斯 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 仅仅一剂维生素A 就能大大提高了婴儿的生存率 研究报告的主要撰写人 罗尔夫·克莱姆说 我们发现 我们可以把六个月以下 婴儿的死亡率降低15% 仅在孟加拉一个国家 每年可以防止 大约两万名婴儿的死亡 克莱姆估计 如果南亚各国的婴儿 都补充维生素A的话 那么每年将有多达 50万婴儿免于死亡 过去也曾对南亚地区 做过有关维生素A 好处的研究 在尼帕尔 所有五岁以下的儿童 都服用维生素A 这是联合国支持的一项 全国性计划 约翰斯霍普金斯 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证实 婴儿出生不到七小时 就补充维生素A 是有好处的 因此孟加拉和尼帕尔 现在扩大范围 让所有新生儿 都补充维生素A 南亚并不是婴儿死亡率高的 唯一发展中地区 克莱姆说 应该对非洲 特别是瘧疾猖獗的地区 进行更多的调查研究 其他的研究显示 维生素A 还可以减少寄生虫血液病 等与虐疾有关的疾病 寄生虫血液病 是造成非洲婴儿死亡的 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这个发现 可以减少 南亚婴儿死亡率 克莱姆说 由于贫穷国家的 大多数婴儿 都是在家中出生 因此长期服用维生素A的 做法不切实际 即使有助产士 和其他妇女在场帮忙 让刚出生几个小时的婴儿 马上服用维生素A 仍然很不容易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之音的保健原地节目 现在我们就开始 今天的专家话题 丁毅博士 欢迎您参加我们的节目 你好 提起这个维生素呢 我们都知道 它是人体的一种 叫微量营养素 它对人体这个生理 各个方面保持平衡 发挥作用 发挥正常的职能作用 好像很重要 但是有些问题 我们始终搞不清楚 就是维生素 它究竟有多少种类 好像种类是很多的 那么每一种维生素呢 它对人体这个健康的作用 都是什么 这个呢 好像是不大容易说得清的问题 所以丁博士 我想首先请您给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介绍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好吗 好的 实际上呢 我们作为人体 作为一个整个的机体来讲 那么时时刻刻呢 都进行着成千上万的一个化学反应 那这个化学反应呢 它不是呢 就是说的在正常情况下 会进行的非常的缓慢 那么就需要一些催化剂来帮助 加快这个催化的这个反应的速度 那么实际上呢 维生素呢 在人体当中发挥的作用呢 往往就是这些和这些催化剂有关系